号称今年最强台玛丽亚10号晚间起在北台湾刮起狂风暴雨 但却有些苦住得深夜冒险上班 只有邮局外包人员PO出公司公告 竟然要求大夜班员工在11号凌晨风雨最大的时候 收到通知就得上班 因为台北市照常上班上课 邮局澄清邮局正职人员全数休息 需要冒雨上班的是夜班外包人员将近15人 外包厂商喊冤虽未强制 但北市11号照常上班上课就是从凌晨算起 照规定来说大夜班人员的确应该上班 节目空音也因此被打爆民众痛拼 一大早出门通勤就会碰上风雨正强时候 政府草菅人命 另外双倍放假不同调也相当扰民 尽量是同步是最好 没错 因为毕竟就是很紧密的关系 那真的造成很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家长的话他等于说还在上班的途中 要去接小孩事实上没有很充分的时间去 还有这间旅行社办公室正值暑假忘记 却空空如夜最扯的是业务部门放眼望去 就业务副总以人孤零零坐在位子上 他们有第一个他们主要是自己安排自己的行程 或者是在本来他们在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双倍生活圈紧紧相扣 台风架却放了乱七八糟 鸣声大乱 政府决策最苦的就是老百姓了 记得孙医王乃宇台报道